接着这一篇要介绍的是禽流感 先从第一段的字词开始补充 Avian是鸟类的 Influenza流感 Contagious接触传染的 Virus病毒 Infect传染 Susceptible 容易受怎样的后面常常接吐 Domestic poultry家禽 Flux群体 Vulnerable to 易受什么攻击的 Epidemic Proportions Epidemic proportions 就是流行病的一个程度 现在我们看第一段 Avian influenza Or Burt flu is a contagious disease caused by viruses that normally infect only birds and less commonly peace 这个句子从这边到这边 主词就是这个Avian influenza 禽流感 这个地方要小心 这个地方要小心 一般同学都把O认为说A或B 但是这个地方并不是这样子的意思 如果说A就等于B 禽流感 作者觉得说这个字太难了 所以他会写另外一个比较简单的字在后面 这个时候呢 这个Or我们就要这样子翻 也可以称之为 这个Or不是否则 或者不是这个意思 Or翻成 E可称之为 Burt flu A等于B 动词在那边 Ease 是一个contagious contagious是接触 contact就接触 所以这个透过接触感染的一个疾病 你要碰到它 像透过这个接吻 或者是透过这个握手这种性行为等等 那么就叫contagious disease 好了 后半段出现一个 动词已经在这边出现了 所以后面这个coast的一定不是动词 这个ed 老师一看后面有一个by就知道 这个是过去分词 当形容词的一个用法 这个在文章里面是常常出现的 这是过去分词表示被动 修饰前面的疾病 说禽流感 或者是另外一个名称叫Burt flu 它是一个接触性的疾病 coast的这个疾病是有什么造成的 coast by是有什么造成的 由viruses 由这个病毒造成 什么病毒要讲清楚 要把名词讲清楚 后面很常用的就是接了一个关系词句在后面 从这里到这边 修饰前面这个病毒 这个病毒呢 normally 正常情况下是 in fact only birds 只有影响鸟类 在正常情况下是只有影响鸟类 会感染传染给鸟类 and好接 第二个了 less commonly common是很普遍 less是比较不普遍 就是很少传染到 peace 猪 猪是四脚的 这个鸟类是两脚的 所以呢 比较不普遍传染猪 通常正常情况下只有传染给鸟 所以这个地方你要小心哈 这个and是衔接什么 这个and是衔接鸟 还有后面的猪要注意 这是主题句 然后延伸出来的这种病毒 只有传鸟类 很少传到猪里面 好 接下去我们看这一句 从头到尾 这里一个连接词 所以这里到这边是一个 副词子句 led到这边又是一个子句 那中间的部分没有连接词 这就是我们的主要子句了 所以大方向就是这样子看的 不管怎样 不论你句子多长 一定有一个句子叫主要子句 主要子句它没有连接词 像这一句就没有连接词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这一个句子 while 这个while要小心 这个while是表示 放在最前面 一般同学都翻成 这个当什么时候 可是这样子解释不通的 这里的while 有一个另外一个意思 这个意思很重要 这个就是 though 虽然的意思 所以while可以等于虽然 虽然所有的old bird species 所有鸟的种类呢 are thought被认为怎样 to be susceptible to infection 虽然所有的鸟类都被认为是很容易受到 infection就是传染 可是呢 你看后面哈 虽然这边就但是呢 domestic poultry floss 但是 domestic poultry就是家禽的那个群 就是鸡群啊 鸭群啊 鹅群啊 火鸡群啊 这种 这是主词哦 特别是这个家禽 很容易受到传染病的侵袭 传染病的攻击 虽然是鸟类会受侵袭 但是鸟类又跟那个家禽 鸡 鸭 都 鹅 都 非常可能受到传染 好了 后面 led led 这个是来说明前面的传染病 加一句 说明传染病 所以这个叫关系子句 很容易受到这个感染 好了 现在来讲这个 这个传染呢 迅速的 rapidly reach epidemic proportion 如果鸡跟鸭 受到感染了 那很快速的 rapid很迅速就会达到 流行病的 流行传染病 流感的那个程度 所以每次一个 这个禽流感一出来 扑杀的鸡啊 压都非常多 那就是已经达到流行的一个境界了 这是禽流感第一段的一个结构分析 接着我们看第二段 第二段是蛮长的 自此第一个outbreak爆发了 divestating divestating 有破坏性的 destruction destruction 摧毁的 economic consequences economic consequences 经济的后果 impoverished impoverished 这个是过去分词 加异地当形容持用 贫困的 wisebraid wisebraid 扩散的 government authorities government authorities 政府官员 undertake undertake是采取 aggressive aggressive 积极的或者是侵略性的 emergency emergency 紧急的 detect 侦测出来 看第二段内容 前面大方向讲禽流感是 怎样一个状况 一般的情况 现在可能要举例说明 禽流感的 那个造成的后果了 outbreak of avian influenza can be devastating 他说啊 outbreak 就是break out 改变过来的 outbreak break out 是爆发 所以outbreak 就变成名词 爆发 什么爆发 of avian influenza 这个of是什么什么的 这是 禽流感的爆发 动词在那边 可能是 can be divestating divestating 你看下面有一个 divestating 是非常有破坏性的 这就是动词的部分 后面加片语了 有破坏性 是对谁 for是 对什么人而言 for the poultry industry and for farmers 这个and 当然 就是衔接 前面的for the poultry industry 这是家禽业 以及for farmers 对农夫 对养鸡鸭的人 家禽业 还有对农夫而言 是非常有破坏性的 既然讲有破坏性 下面一定要举例 怎样的破坏 严重性多大 举例了 for example 这就是 转折了 an outbreak of an avion influenza in the USA in 1983 to 1984 这个是主持在那边 一个爆发 什么 off 就什么什么的 禽流感的爆发 那在哪里爆发 后面就是 地方的 先来一个地方的片鱼 in the USA 在美国爆发的 什么时候爆发 又加了一个时间的片鱼 所以呢 动词还在后面 动词就在这里 resort in resort in就是造成了 什么 the destruction 造成了这个破坏 这个破坏就是我们的受持 什么的破坏 你看off又出来了 一个片鱼 来 这就是片鱼 修饰前面的破坏 这个破坏呢 是多少 of more than seventeen million birds million是百万 十七百万 之鸟 的破坏 这个这里的破坏 我们就 这个翻成什么 扑杀 这个扑杀 死掉 有超过 more than 就超过 一千七百万 的鸟 后面这里的 at a cost of nearly us 65 million at a cost 就是指价值 这个 招扑杀的 一千七百 多万的 这个鸟 它的价值呢 几乎达到 五百万 这是65个百万 就是达到 六千五百万的 美元 你看一看 快要到两百亿了 所以这个就是 美国1983年 到1984年的 禽流感 这个造成的 损害 那么的严重 好 接下去 所以我们在看 下面 economic consequences 经济上的后果 are often most serious in developing country while poultry raising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income and of food for impoverished lunar farmers and their families 所以前面已经讲过了 这个禽流感爆发 对于家禽业 还有农夫 造成严重的损害 一开始他就先介绍 美国的 这是家禽业 扑杀的这个 鸟类 有多少 那第二个 是对农夫了 这边就开始讲 农夫了 对农夫的伤害 这是一个经济上的 一个结果 所以你看 economic consequences 就是经济上的后果 常常是 are most serious 最严重的 那在哪里最严重 in developing country 什么叫developing 正在开发的国家中 在正在开发的国家中 像菲律宾 印尼等等 那台湾也是 正在开发中的国家 对这些国家而言 禽流感会造成 经济上的后果 是非常严重的 好 后面加一个关系指句 因为你讲了 这个 开发中的国家 为什么会造成 经济的后果那么严重 他后面就讲出来了 会有 会有就是讲 在这些开发中国家里面 poultry raising 饲养家庭 这是主词 饲养家庭 poultry raising is an important source 是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什么来源 饲养家庭 是一个很重要来源 of income 收入的来源 因为开发中国家 很多人养鸡养鸭来卖 第二个 什么来源 of food 还有食物的来源 你注意看 这个是讲 source of income of income 这个是讲 收入的来源 and of food 食物的来源 这个and就衔接 source of income and source of food 这两个来源 对谁来讲 for就是一个片语 对什么人而言 饲养家庭 是一个很重要的收入来源 还有食物的来源 for是对谁来说 for impoverished lular farmers and their families 对于很贫困的 那个lular 就是 郊区的 乡下的农夫 以及他们的家人 还有他们的家庭 and就是 连接 农夫 还有他们的家庭 这都是很贫困的 他们都养鸡养鸭来卖 也养鸡养鸭来吃 蛋啊 都可以卖 这是经济来源 好了 when all birds become widespread within a country 表时间的复词指句 当爆发了 禽流感爆发 变成了widespread 变成扩散的 变成流行的 流感了 扩散的 在哪里 一个国家里面 within是在什么之内 在一个国家里面 如果 禽流感爆发 变成了 这个到处都扩散的时候 叫become widespread control can be extremely difficult 那么这个控制 可能会变得 非常的困难 因为 向下地区 很难去扑杀 第二否 因此 转折语了 后面表示一个结果的 转折语词 因此 authorities government authority 政府官员 usually 通常会 undertake 采取 aggressive 积极的 emergency 紧急的 控制的 措施 所以这四个字 其实是连在一起的 这样子我们才不会 被他骗到 你如果四个字分开 那么就很难去了解了 就用一种很积极的 紧急的控制措施 立即全面去扑杀 什么时候 会采取这个紧急的 积极的 措施呢 assumers 这连接词 表示时间的复生时据 一当 an outbreak is detected 禽流感 被侦测出来 一侦测出来 马上就采取 紧急的扑杀 紧急的控制措施 几乎都是全面扑杀的 好 这个就是有关于 禽流感的可怕 好了 这一段呢 是不容易的 但是很难 这是之前的考题 老师的讲解 就到这个地方